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商业的本质是什么?是交易,是在市场上交换有价值的服务或者产品。 那什么决定了你的服务和产品是有价值的,能够在市场中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呢? 是稀缺。 一件商品稀缺性越高,人们的购买欲望就越强烈。 谁能制造稀缺,谁就能把握市场。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稀缺策略就从心理学以及市场营销学的角度来阐述我们怎么才能正确运用稀缺的力量。 这本书的作者明迪·温斯坦是美国沃顿商学院和哥伦比亚商学院等多所大学的课作讲师。 他是应用方向的大众心理学博士,同时他还把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知识应用到市场营销的实践中, 成功创办了自己的数字营销公司,并被评为该行业全球杰出女性之一。 接下来,我们就分四个部分,一起来全方位地了解下稀缺这个概念。 第一部分,什么是稀缺?为什么我们会被稀缺吸引? 第二部分,稀缺都有哪几种类型? 第三部分,怎样正确运用稀缺的力量?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什么是稀缺? 为什么稀缺对我们有致命的吸引力? 作者认为,稀缺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力,而且这还是一股惊人的力量。 提到稀缺,在所有的商业故事中,钻石是最典型也最成功的一个营销案例。 说到钻石,我们会想到它象征着永恒的承诺和爱情, 而它之所以能成为永恒之爱的象征, 其实是源于一个精心构思的全球钻石销售策略。 当时的戴比尔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钻石制造商与销售商, 但钻石价格的下跌却威胁着公司的生存, 于是,他们一方面打造出钻石横九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语, 引导人们用钻石表达永恒之爱。 另一方面,这家钻石行业的巨头还严格控制着钻石的供应量, 这样一来,购买钻石的需求就被创造出来了, 但钻石的供应量又是有限的, 这就制造出了一种稀缺。 钻石成了人们眼中的稀罕之物, 物以稀为贵吗? 钻石的价格自然也就被抬起来了, 并且长期居高不下, 戴比尔斯公司也成功步过了危机。 但只是供求关系就能制造稀缺吗? 也不是, 消费者的心理因素也有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旦出现了稀缺, 人们会在心理层面觉得自己获得某屋的自由受到了威胁, 但人们又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选择权被剥夺的。 这个时候, 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变得活跃起来, 整个人进入到一种贪婪、非理性的状态, 常常先抢到手再说, 而不是三思而后细。 比如, 我们经常会在故事或者影视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桥段, 两个人在酒吧或夜店相遇后一起回家过夜, 隔天清早就会纳闷自己为什么会被面前的这个人所吸引, 为什么会这样? 研究人员曾经对这种情况做出过调研, 原因之一是酒精会降低人的判断力, 让人更容易放飞自我。 当然,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时间上的稀缺造成的。 随着酒吧打烊的节点越来越近, 马上就要打烊了, 但还没找到结伴的对象, 此时人们感受自己选择与谁结伴的自由受到了威胁, 所以那些还留在酒吧中的人就变得更加性感, 更有魅力, 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且我们大脑在面对稀缺的时候并不冷静, 我们的大脑更倾向于认为稀缺的就是更好的。 每天我们的大脑都要处理成百上千个决定, 今天上班走哪条路, 该穿哪件衣服, 到公司后先读哪封邮件, 中午饭吃什么, 咖啡里要不要加糖, 这些都是大脑的职责所在。 根据康奈尔大学的研究, 我们每天所做的各种决定中, 仅有关食物这一项就有226个。 在这么大的工作强度下, 大脑有时也会偷懒, 走一些捷径, 来更快速地做出决定。 什么捷径呢? 就是在同等情况下选择那个更稀缺的。 比如, 我们要去超市买瓶葡萄酒, 但是不知道该拿哪个好, 这时, 你发现有一个品牌的酒在货架上只剩两瓶, 而其他的货架都是满的。 那你大概率会选择只剩下两瓶酒的那个牌子, 因为这款酒快卖光了。 既然大家都选它, 说明它一定不错。 这就是大脑在做决定的时候走了捷径, 不去调研, 思考, 而是盲目地相信稀缺的就是更有价值的。 当然, 稀缺对我们来说有如此的吸引力, 还有一种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那就是损失厌恶。 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一项实验中发现, 损失100美元给人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赢得100美元带来的喜悦。 换句话, 相比于得到, 人们更害怕失去。 我们假设现在你手里有一张彩票, 在中奖结果公布之前, 有人想用另一张彩票与你交换, 你会同意吗? 根据过去几年的研究, 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 不。 为什么会这样呢? 虽然说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 交换彩票并不会改变中奖的概率, 但大多数人这个时候担心的可能都是, 原来的彩票中奖了怎么办? 这样的损失足以让人后悔一生, 于是索性不进行交换。 在中奖概率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更担心, 要是我的彩票中奖了, 换给别人损失了大奖怎么办? 而不是要是他的彩票中奖了, 换过来我就可以得到一笔巨款。 比起得到中奖的可能, 我们更害怕失去中奖的可能。 平常我们在逛街购物的时候, 面对即将受庆, 仅剩一件这样的信息, 也是一样, 也会产生这种害怕失去的心理, 所以我们总是抵挡不了诱惑, 先买下来, 哪怕这件商品短期内我们并不需要。 好, 到这里, 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了解到稀缺, 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力。 因为我们不想被剥夺选择权, 并且在大脑的走捷径选择法 和随时厌恶心理的共同作用下, 我们更容易被稀缺的东西吸引, 越稀缺, 越抢购, 越稀缺, 越疯狂。 前面我们说了什么是稀缺, 为什么稀缺对我们有如此的吸引力? 但从商业的角度来讲, 稀缺不能直接和供求关系的不对等话等号, 稀缺也是分不同类型的。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说下稀缺都有哪些类型。 比较典型的当然还是供需类稀缺, 这个可以细分为需求类和供应类。 需求类稀缺, 通常来说就是由于短期内产品太受欢迎, 人们的需求高涨, 从而导致出现短缺的一种现象。 像疫情期间的莲花清温胶囊, 冬奥会期间的冰墩墩都属于这一类。 与需求类稀缺相对应的供应类稀缺, 往往是因为受客观条件所限, 没有足够的商品可受而出现的短缺现象。 举个极端的例子, 某个地区出现了洪涝或干旱等自然灾害, 粮食大幅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这种情况下, 当地的粮食市场可能就会出现供应类的稀缺。 还有一类是限量稀缺, 这种稀缺通常是内置的, 生产的商品数量提供的服务数量是被有益限制的, 以此来迎合对专属性独特性有需要的人群。 像爱马仕全球限量款包包, 兰布基尼全球限量版跑车都属于这一类。 虽然这些限量版的商品并不便宜, 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但对于寻求声望地位的人来说, 限量版的东西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念。 假如能拥有一件世人不常有的稀罕物, 那说明自己也一定是个特别人物。 这样一来, 自我价值感就提升了, 而当这些有钱人背着限量款包包, 开着限量版跑车出门时, 众人的羡慕欣赏, 也会进一步彰显他们的社会地位, 让他们的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这些都是稀缺带来的价值所在。 而为了维持住这种稀缺感, 专享感, 有钱人不惜一致千金, 甚至还会产生一种有备常识的现象。 一件商品的定价越高, 人们的购买意愿越强, 而一旦降低价位, 反而会导致销量下降。 前面我们讨论的几种稀缺类型, 不管是供需类还是限量类的稀缺, 都是数量上的稀缺。 除了在数量这个维度, 稀缺也可以是时间维度上的, 这就是限时类稀缺。 顾名思义, 这类稀缺指的是可供购买商品的时间有限, 比较常见的是商场里的电竞打折促销, 电商购物平台上的秒杀活动, 以及直播带货里的限时促销都属于这一类。 还有像很多人热衷于领取的优惠券, 本质上也是商家营造的一种限时类稀缺。 因为大部分优惠券都是写明有效期的, 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使用, 那也是过世不后的。 在这种状态下, 人们也很容易头脑一热, 在失效前直接把商品买下。 好,到这里四种常见的稀缺类型就介绍完了, 它们分别是需求类稀缺, 供应类稀缺, 限量版稀缺和限时类稀缺, 其中任何一种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不过,通常情况下需求类稀缺, 也就是由于消费者需求高涨所导致的稀缺, 往往比商家刻意营造的限量版稀缺, 限时类稀缺等来得要更猛烈些。 比如,冬奥会期间, 冬奥奥挂件火爆全网, 不少人彻夜排队抢购, 最贵的一个冬奥奥在日本卖到了5000元, 而官方售价不过是50元左右。 相比于国内外的购物节, 不管是美国的电商狂欢节黑色星期五, 还是国内的双十一618, 尽管这些现实类稀缺也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但抢购的热情或者说对物品的持念和冰奥堆相比可能都要弱一些。 好,到这里第二部分的内容就讲完了。 我们重点介绍了稀缺都有哪几种类型, 各有什么特点。 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到第三部分, 我们如何正确地运用稀缺的力量。 不要觉得稀缺这个概念只是对商家、销售人员、市场营销人员有用。 能够理解并利用稀缺也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优势。 不管是去相亲还是去招聘市场找工作, 本质上都是要把我们自己给推销出去。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让对方意识到了我们的稀缺性, 那就有机会离成功更进一步。 所以, 稀缺实际上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那我们怎么能利用好稀缺概念呢? 有哪些技巧, 或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首先, 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意识到稀缺本身是非常珍贵, 也是非常脆弱的。 所以采用稀缺策略要慎重, 千万不能在使用的过程中弄虚作假, 不然很有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得不偿失。 我相信很多人听说过, HM这个快时尚品牌, 主要售卖服装配饰的。 几年前, 他们一边在消费者面前营造功不应求, 经常受庆的假象, 同时又偷偷地把新的衣服丢弃, 销毁, 以此想实现去除库存, 同时进行高价售卖的目的。 后来, 他们的行为被一名大学生发现并曝光, 当时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 美国的主流杂志纽约时报也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 HM的商业信誉也因此受到很大损害, 也流失了不少忠诚的老客户, 可谓是偷积不成十把米。 商家在使用稀缺策略进行销售时, 一定要适时适度, 酌情使用, 一旦过于贪心, 频繁使用, 那也会导致策略失灵。 就比如, 我们经常会在路边见到那些用大喇叭喊要撤电倒计时清仓大甩卖的店铺, 结果呢, 这撤电一喊就喊了半年, 时间长了, 喊得次数多了, 大家也就没人当真了, 电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清, 也没有啥效果。 除了上面这两点, 避免弄虚作假, 过度使用, 我们在采取稀缺策略时, 还要关注目标用户的年龄。 一般来说, 年龄越大, 人们对余生所剩的时光就越敏感, 他们通常不像年轻人一样关注未来, 也不再在意那么有争抢性的目标。 相反, 他们把注意力放到了有情感意义的事物上, 比如过好每一天, 享受天伦之乐的。 换句话说, 那种越不容易得到, 我越要费尽得到所带来的满足感、成就感, 对年纪大的人的吸引力 已经没那么大了。 而且和年轻人相比, 老年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明显慢了, 所以当他们在面对稀缺策略的时候, 往往会选择放弃。 比如, 我们买不到某个品牌的产品, 那我干脆不买好啊。 所以, 如果想对老年人使用稀缺策略, 要非常谨慎, 很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好, 到这里, 《稀缺策略》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 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 在第一部分的内容里, 我们重点分析了什么是稀缺, 为什么我们会被稀缺吸引。 稀缺本质上是一种惊人的影响力, 稀缺这种力量会把我们困在求而不得的心境里, 激发我们的控制欲, 引发我们的损失厌恶心理, 进而促使我们快速行动, 把稀缺之物收入囊中。 第二部分, 我们介绍了稀缺的几种类型, 主要包括需求类稀缺, 供应类稀缺, 限量版稀缺, 限时类稀缺等。 不管是哪类稀缺, 都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 第三部分, 我们介绍了在运用稀缺策略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比如, 要尽量避免弄虚作假, 过度使用, 同时稀缺很难左右老年人的决定, 在使用时要谨慎。